你怎么开车的 你瞎呀 不能开路啊 红灯 红灯停绿灯行不知道啊 你个球呗不是废什么话 快这么滚 现在年轻人嘴怎么都那么臭 你爸怎么教你们说话的 不许吵架 老王们带敢骂我是吗 我提议你的吧 我告诉你 以后看你还这么打 你知道吗 不许带我爸爸坏蛋 去这边去 星辰 大爷 快快 快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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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爸爸 爸爸不要再来 你怎么还打他呀 你毁了 你老公 你不要再去我 你不要再去我 是那嗓子闯红灯 而且是他先动的手 开车的那个姓陈 还不到十八呢 不到十八 那是无证驾驶啊 没错了 估计是个富二代 富二代怎么了 他们还动手打我女儿 简直就是畜生 我们已经看过监控了 像他这种情况 至少得拘留十五天 他们这样的家庭 都不愿意孩子被拘留的 想要多少赔偿您算算 陈天一 你们谈谈吧 看看这事怎么处理 他不就是想要钱吗 没事骑一破三轮 满大街下转有什么呀 不就一碰词的吗 别开口闭口就提钱的 你就一破富二代 有一分钱是你挣的吗 你臭卖报纸的 老子是不挣钱 但是老子就是比你有钱 要多少钱你就说话 要怎么着 给你拿十万现金 见过吗你 会不会好好说话 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 好好说话 谁都不许带脏字 不就是钱吗 真是 太逗了 我一分钱都不要 警察同志 他们无证驾驶 违反交规 殴打他人 这事怎么算 不是 警察叔叔 他还打我呢 你看我脸这伤 我都破香了我呢 你看这嘴角 你还知道要领呢 什么话呀 我还是不是当演员呢 我跟你说 幸亏你最后一下子 没打下来 你要把我力量给打伤了 打坏了 你可就贪用大事了你知道吗 你闯祸了你就 就你那得意还当演员呢 好龙套都没人要你 当厂龙都嫌寒陈呢 你就听过这俩词吧 你见过演员吗 你知道演员什么样吗 我跟你说 我爷爷 那可是舞灰级的大导演 他说了 就我这条件 只要稍微那么一雕琢 我就能出来 你知道吗 你爷爷谁啊 我 你说怎么这么半天啊 还没完啊 星辰 你爸爸是不是 把别人打坏了呀 什么叫打坏 就是流血没有啊 好像流了 你说 你说这小子 刚有点人模样 又给我这惹事了 这不怪爸爸 他们打我了 这孩子叫爸爸了 敢打我孙女 那得揍他们 那你 你呀给风轻打个电话 让他开车过来 一会儿接咱们回去 星辰 那打你哪儿的 没 没唱歌吧 爸 没事啊 他 我告诉你 这次我一分钱都不要你 我也不会起诉你 不是 不要钱啊 那你要什么呀 回去跟你爷爷说 打你的祖宗叫冯都 听见了吗 你谁祖宗啊 你爷爷知道我是谁 再奉献你一句 以后收敛点 别老签签签的 老子赚钱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管你以前赚多少钱 反正现在就是个卖报纸的 看在你爷爷的份上 我不跟你计较 但派出所这么粗意 更无惯 出来了 爸 我会拘你吧 拘我干嘛呀 咱们有理 你有理也不能打人哪你 行了 你少说两句吧 没事就好了 你都什么岁数了 你打得过人家吗 我一个打俩 简单得跟个一似的 行行 别处这儿了 回去吧 走 回家 爸爸 我一个打俩 你挺棒的 可不是吗 妈妈 妈妈 你去哪儿了 我好想你啊 这几天听坏了没有 她对我挺好的 妈妈也好想你 真的 她对我挺好的 她对我挺好的 洪叔 西长 我知道 你是来 我是来把孩子接回去的 接孩子 是啊 你西长是孩子的妈妈 我知道她是孩子的妈 我什么时候说她不是孩子的妈了 这一天星成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知道这孩子挺淘气的 没有 没有 这孩子 不闹她 听话 懂事 是个好孩子 你指甲把她接走了 要 要不我们先回去 让他们好好聊聊 好不好 走 你自己的孩子都保不住 自己的闺女都让人给领走了 你说你还能干什么呀 你这个废物点心我打死你 我 干什么呀你 你放下 你说话就说话呗 快点 你动什么手呀 坐下 坐下说 那是我亲孙女 那是我亲孙女 我好不然有了个孙女 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 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 一眨眼气死我你 行了 别激动 你这一激动完又得住医院 你现在就把孩子给我找回来 现在又去 见不了孩子你也别回来了 西城是孩子的母亲 她一手把孩子拉传大 我怎么从她手里把孩子抢回来 母亲怎么拉 你是父亲 西城姓风 要不你把 你把孩子的妈一块要回来呀 这不就完了吗 你这头绝里悦你 你因为你这样特有骨气是吗 特有爷们是吗 你小子 打小都瞧不起你爸 觉得你爸没能耐 没本事 但有一点 你和冯青都是你爸一手拉扯大的 就凭这点你爸问心无愧 你为孩子做什么了 你这个当爸的你为孩子做什么了你 我告诉你 你就不配到吧 对 我不配 我什么都没干成 没能耐 没本事 我凭什么养孩子 你给我废话 你赶紧把孩子给我要回来 不然然后就别理我了 我就不是你爸了 我就不是你爸了 我再打理你我 我不是人 你赶紧把孩子给我取回来 你回来 你 vitamin凝尧 我腹肯定了 你掉过来 你感觉到小子 你去吧 你 weigh个人 西川把孩子带走了 谁告诉你的 我刚才都看见了 爸让我把孩子弄回来 说弄不回来就不认我这个儿子 我这个人怎么就这么招人讨厌 这事不赖你 洗手都算起好的 就是兜兜转转 他还想跟你过呗 但是知道当年的那件事 在你心里永远过不去 所以就利用孩子 利用我们全家人 对这孩子的感情 让我们重新接受他 哥 我知道你心里还是爱的 所以你不敢把他往坏处想 这事就不让你为难 我来帮你 你别瞎折腾 让我自己好好想想 让我自己好好想想 老师 老师 小人 星辰呢 星辰 昨不是你抱走了吗 孩子早上不见了 你把孩子抱哪儿去了 不是我 如果是我的话 昨晚你就把他留下来了 不是你把孩子抱走的 不是你是谁啊 我抱紧吧 等等 干吗呀 跟我走 跟我走 这样就给你 姐姐 等等我 我等着你了 来来来 姐姐 你好慢点 姐姐 我就回家了 让那爷爷跑了 小心把他烂一点了 看看你了 慢着点吧 好好好 好 没事 给你了 姐姐 你说这孩子妈妈要是找来了 怎么办呀 不给她 为什么要给 本来就是咱们婚家的孩子 再说了 我已经问过律师了 他们两个还没离婚 就算去了法院 法院也够办的 这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看我爸 多感谢 晋晋 晋晋 妈妈 晋晋 握手 来 到咕咕这儿来 来 来 乖 玩 挺多年没见了 挺多年没见了 冯卿长大了 也长本事了 这要偷孩子了 去 你这话说得真逗 什么叫偷孩子啊 这本来就是我们冯家的孩子 我带走有错吗 这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 那又怎么样 不是咱们不想带孩子 晋晋 是你没有给咱们这个机会 我们对孩子好着呢 晋晋 告诉你妈 这些天爷爷奶奶对你好啊 好 真乖 那以后就这样 你跟爷爷奶奶还有爸爸住在北京好吗 那妈妈呢 妈妈 你妈忙 没工夫招呼 晋晋 回家 妈妈 爷爷还要带我去游乐园呢 监晋 你知道为什么孩子跟你送我来吗 你不是 心里写了吗 我就见不得你活得没个人啊 你冯渡是个脾气 我太冷静了 谁能改变你 你闺女可以 看你闺女有希望了吗 会活了吗 知道怎么过了吗 我孩子 我现在带你回去 没事 你不是还有一个吗 冯渐 少说两句啊 西成 你 你就把孩子 在爷爷这儿放两天好不好 你看他爷爷都那么大岁数了 你就当心疼心疼老人好不好 行 孩子 你们留着带吧 西成 爸 孩子 孩子 你还是带走吧 能见着孩子一眼其实比什么都强 我知足了 以后有空让孩子多回来几次的 看看爷爷奶奶 好不好 我好 爸 你少插嘴 你也是个当妈的人 其实当初我想过了 要是孩子他妈找来 虽然 虽然我 我这心里都 但是我不能不把孩子还给他 星辰 多回来看爷爷 来 抱抱 来 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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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咱们能不走吗 去吧 爷爷 这个送给你 谢谢星辰啊 几日回来看爷爷啊 走吧 中文字幕——YK 我要是孩子大妈 我也不信任你 你们卖报纸的金贵 拿着 钻金落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等你长大了 你就都明白了 干嘛非要等我长大 现在跟你说你又听不懂 西长 西哥 快来啦 快 干嘛呀 把星成留下了 你也留下 带着他哥哥一起 我都认了 你认什么 过去的事都翻篇了 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现在特别委屈啊 那你还要怎么样 你过去的一切我都不计较了 你到底想听什么 星成还有他哥哥 我都当亲身的样 还不行吗 好 从现在起 你我 星成还有他哥哥 我们就一起生活 行吗 好 我用得着你这样吗 你们能不能不吵架 我没在吵架 那你们干什么呢 怎么了 现在要见我 不行啊 我这儿没处理完呢 行 那我完联一联 啊 好嘞 不 啊 哈 啊